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的 Drobby这个命令执行的 这个是一面开发语言 这个开发语言目前用的比较广泛 我举个最简单的比方 像cardi上面的msf 目前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 它的扩张名就是rb结尾的 所以所有我们在msf里面 所利用内动就是渗透攻击的时候 这个文件全部是rb结尾的 对不对 包括扫描 所以msf它的这个乐动库 里面的这个攻击工具 就是这么语言开发出来的 所以你说它用的广不广泛 当然还有一个配饰 配饰上现在目前来讲 也应用的比较广泛 是吧 开发一些工具还是比较灵活的 灵活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开发语言 但是它的这个也有相关的乐动 那么这里我就利用它这个命令 执行乐动来进行一个攻击 它的当个号记住8787 以后你在扫描的时候扫描到8787 你就看发现它用来读入比这个语言 是吧 我们要利用的话搜索 搜索一下 搜索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乐动 最新的 它是这个乐动吧 对不对 2011年的远程命令执行乐动 好 我们直接进入进去 用的话 说Option 它利用简单 还非常简单 你现在要攻击的IP地址 12168.0.102 好 填写完之后 你直接在这里就是Long的 是吧 就可以直接 攻击了 攻击完之后 你这里成功的 是吧 啊 当前的末路 是不是 当前在盖末路 啊 换密啊 当前获取到了一个路程权限 对不对 好 关于这个乐动的更接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当然 它这里还有一个什么 设置一个什么 连接地址 哎 它这里我没有设置连接地址 也可以 攻击 可以看到这里 它这里很怪的 它没有设置这个点 我们看一下 它说Option 8787 它这个URL 啊 这里是RAW的状态 RAW RAW状态 一般情况下 这里还是要设置一个URL URL 这个地方要记住 设置一下 这个地址是 攻击者 这个 你看一下 它这个是 怎么写的 DRU BY 2点 划斜杠 192.168.0.102 再是Dunker 是8787 你要这样 它这里有个格式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格式 它这里有个格式 它告诉你 有个括号 是吧 这是你刚才也看到了 BOOSHED这个东西 它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直接攻击机的 它这里写了个RAW 口碎 口不碎 都可以 没关系 啊 射网之后 你攻击一样的 射网之后还跟 还跟机不了 你不碎 是还跟机成功的 是不是 所以根据请刚法 大家可以口 塞制口 不塞制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 URA 那就不塞制吧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一般 请下 你射了之后 应该是 跟机也是没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这里不塞制也是可以 攻击成功的塞制之后 你还攻击的话 你还失败了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 第11个内容 这个内容影响比较大 阵亡三代 就是CVD2017的远程快捷方式内容 远程快捷方式内容 这个内容 一般的是用途钓鱼 内收病毒 在传播 大部分也是通过这个 阵亡三代来传播的 通过一个快捷方式 这里有一个报道 就是北京时间 2017年6月13日凌晨 就是微远的官方网站 6月份 发发布了一个安全补丁 就是叫做阵亡三代 Link文件远程代码执行内容 就是这个是它的编号 还有一个内容叫什么 Windows搜索远程命令执行内容 这两个内容 都是这些病毒传播的一个根源 到目前为止 他现在看到很多新闻 通过阵亡三代来进行传播 那么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影响力 它是存在远程代码执行的 也可以利用这个内容 根据者可以控制受影响的电脑 一般情侣下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快捷方式 生成一个文件 来进行触发 他这里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CVE2017 还有一个20178464 一个是8543 这个8543它是远程代码执行的 8464它是一个快捷方式内容 就是通过它的传播方式 8464它是传播方式 通过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是放在共享文件夹里面 让别人去或者通过邮件 等等这种方式来进行传播 优袍 当它点击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执行 它的这个欧益代码 也可以指定的这个欧益程序 为什么叫正网上台呢 你看一下它的影响从祖辈开始跟 到你这个身子一样 都影响 你看从7、8.1 什么的10、2018、22、22 什么16等的通杀 明白没有 所以所以它这个内容的影响率是相当大的 那么在这里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个内容 其他的你对着这个MSF里面去 去操作就行了 这里我就把这个快捷方式给大家演示一下 非常简单 我们要找这个漏洞 另一种方式 我们直接 设置2017 就搜索吧 按你一起的 嗯 它这个只有8464 有这个 有这个8543吗 8543这个内容还没有 MSF还没有集成上去哈 在网上自己是找一下工具 这里是如果有的话我还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这里还没有 嗯 也可以这样吧 收CVE吧 我们看一下CVE 因为它是CVE那种 CVE的话 2019年的 没有啊 还真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啊 这里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内容 啊 这个是在那3389的 3389的这个内容还没 因为这里出了一个3389 3389是5月14号出的 啊 是刚更新两天吧 刚更新两天时间 这个内容的话 嗯 看一下它描述信息 它只是一个扫描的哈 可以看通过这里可以看得到 它只是一个扫描的 它不能 不能直接那个 不能直接利用啊 是个扫描 还没有去更开这个 PROAD POC还没出来 好 我们还是接着回到图来吧 那个如果它没有集成的话 我们就利用它的快捷方式就行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找到找到它这个 右手打开 应该后面会更新好 它有些东西会更新的 实时更新的 多升级一下 把你的msf 升级完之后可能会那个 好 接着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说office是吧 说office它这里告诉你呢 这个 一个名字 一个DLL名称PROAD等等 PASS 配置这几个 那么我这里的话就简单的去配置一下 设置一下PROAD 我设置一下Windows的这个 反向连接 设置完之后 还要设置一下你这个本机的IP地址 设置完之后 192.168.0.100 设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进行攻击了 看到没有 这可以直接攻击了 他告诉你 他这有个提示哈 你 要你把这个文件 他申请了一点的快捷方式 LNK 对不对 还要你把它拷贝到什么 USB上面去 对不对 好 那这里的话你不拷不拷贝到那个 一样 没关系哈 你直接把它 记住这个路径 好我们把它拷贝出来了 这个是 放在Windows上执行啊 不是在这个UNA上面执行的 那么这里的话我还要拷贝出来 这样吧 我先把教程暂停一下 我把它拷贝 我要开一下这个 开一下这个Windows这个虚拟机 好 我们这里已经拷贝好了 已经好了 我这里生产出来之后在这个目录 是不是 在这个目录之后 你直接用cp mini把它拷贝到后面目录 直接拖出来就行了 这里我已经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把文件直接从虚拟机里面拖过来 拖到这里 拖到这里之后 我再把它拖到这个 随便放在一个虚拟机里面 他这里生产了一堆这个快捷方式 这是第一种利用方法 对吧 就是这个msf里面 他提供的这个 利用方法 呃 这里怎么样去操作呢 注意了哈 他这里还有一个操作步骤 要设置一下这个监听啊 当前 他跟刚才那些工具还有一点小的区别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才直接浪一下 你直接就可以发送工具代码返回一个 税了 但是他这个他这个生产之后 你要在你当前要监听一下 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下 刚才我们设置了一个pload吧 这个pload就是反向连接 连接我这台 卡里这台攻击嘴的电脑 但是你这里要设置一下你的IP地址 本地的IP 172.168.0.100 设置完之后 你就直接什么 浪一下 就可以了 直接浪 好 现在正在监听状态 默认冬可说44 是不是 这个是卡里 他这个pload 睡完之后 默认冬可都是44 这个档口 你可以改 可以不改 都没关系 他下面就是说我们模拟用户去点击这些快捷方式 这个快捷方式 他这里生在生产了一大片 不一定每一个生产的 这个 都是1k是吧 不一定就每一个都有效的 有些是没用的 有些是也可以的 所以说为什么生产这么多了 你就是要你自己去挑一个 你给云户去点 点这些快捷方式 一点他就中了 中了我们的这个 嗯 木码吧 我们的这个刚才配置的这个pload 我们上去一下 哎 这个是不行的 对不对 不行 那我换一个 换一个第二个 换一个第三个 哎 我又一个行 不行的话我们还是重新生一个 他说要烤到USB上面是吧 哎 他这里已经OK了 哎 虽然含出一个对话康 对不对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好 我这个run之后 他这里返回他一个 我点了这么多 注意观察好 我这里刚才说点点 但是他谈一个对话康 什么找不到什么flash 什么这些东西 你就不用管他好 啊 其实他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没看 观看这个长口 我没观看这个长口 他这里告诉你已经得到这个绘画了 你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更爱吧 直接sale可以进去的 你看 我们是到了wink7吧 对不对 当前这个1目的下面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来到的这个本地c旁的这个文件 假目 对不对 你可以 我们看一下我们当前的传线 哎 是admin传线 对不对 没问题吧 好 这个是他的这个 一种方式吧 就是根据的一个方式 通过这个快捷方式 他还有一个 通过这个 他的这个破货税尔生成一个 就是第二种方式 破货税尔来进行传播 那么首先你要生成一个码 那么这里我这里有一个方式吧 我这里告诉你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模式 因为我这里改成100 所以这条命令你们还没用过 msf的这个 这个工具 它可以直接 生成一个木码出来 它这个是pload吧 反向链接的一个pload wind是反向链接的一个pload 这个是你本地的ip地址 -f 这个一个参数 到处到opt这个目录下面 pse 这个一个文件 明白没有 这样的一个文件 当然也可以把它生成什么 exe txt py 都可以的 注意 这里生成木码的方式 都可以 都没关系的 但是它的它这个方式建议的是 通过这个pload share来传播 一般的pload share 它为什么用这个的pload share 它这个扩张名是pse的 这种这种的扩张 用这个pload share传播的这个方式 有一点好处就是 log这个杀路软件 查杀 杀路软件一般的不查这些 pload share的这个脚本文件 你看我这里生成出来之后 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 你也可以吧 你可以在这里来试一下 在这里 我给大家来试一下生成一个文件 你就这样 回车一下 它就开始生成了 它这里生成的文件可能 也生成出来了一个文件 是吧 它的340Ebit 大小文件的pd大小 你接着你的这个目楼可以看一下 OPT 它这个文件就生成出来了 当然也可以生成一个exe文件 我们可以生成一个exe目码 也可以的 这个都可以 生成exe文件的话可能大小不一样 一样的也一样 都可以 看到没有 就可以你这个医院型 那么就访谈过去了 访谈过去了 如果采用这个porsail的话 那么你要搭建一个搭建一个这个 放在你的网站上面去 搭建一个apache的网站 当然用iis都可以 把这个文件 生成出来的文件 放在web的根目录下面 这样的话你可以访问吧 可以看到里面的代码 然后呢 在目标机器上面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这个方式的 看好了 这个方式就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右键 你这里不是有一个新建吗 可以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吧 在这种 这个方式 请输入对象的位置 注意 这个对象的位置在这里呢 看见了 这个对象的位置是 我们在这个card里里面 生成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放在你的微博路径下面 微博网站下面 我这里就不放了 省的省掉这个过程了 放在你的微博暂点的路径下面 你这个微博 你这个文件放在微博根目下面之后 你直接可以是访 可以在这里访问掉的 访问了 你这里是可以直接访问 你如果能打开好 创建方式的时候 用这个 这个命令 直接贴进去就行了 好的 没有 知道没有 明白没有 记住 把这里改一下 改成你的 微博站点的这个地址 你微博站点的这个文件名 在这 粘贴到这里 粘贴到这里 粘贴到这里之后 再到本机监听 当别人去打开这个快捷方式的时候 他其实就运行的这个文 这一行代码 明白没有 就调用了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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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b 这个上面 你这个码的运行 所以调用了一个木码的运行 就完成了这个工具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呢 也就是说我就只要一个快捷方式就实现了 而且通过Portual来完成 Portual来完成 还有一句 现在很多就是说我不要使用卡点 其实网上有很多工具 就这个根据 这个根据的也看成什么 apt根据 根据 就是赞网 属于赞网三代里面的的 赞网三代就是这个内栋了 啊 通过这个工具 你填URL 好 这个根据的不用填这个什么 那个 Portual 这些文件 你直接输入什么 http 例如 3w.oldboy.edu.com 文件 通过Card里面生成一个码出来 我这里不是生成的 exe码 发生存到 例如 oldboy.edu 根目录下面叫1.tst 好 这些选项 你可以设置 这个名字 例如 码 启动进程等等 啊 删去这个文件 你要不要删去这个文件 是不是 那你要下载下载例如 我要删去这个码 那是你就删掉就行了 这个可以根据你 你自己的 要不要设置自启动 啊 你是 这文件不存在吧 对不对 嗯 你 好 这样的话 它就生产了一个文件出来了 就这个 你看麻出来了 是不是 这个集多大 我们把它丢到这里来看一下 它的大小 只有3KB 对不对 这样一个图标 这个地方 当你去运行它的时候 商机运行的时候 它其实它有一个目标地址的 它就把它隐藏掉了 它其实相当于我这个 MSF里面 生成的一样的 就是我省了很多这些操作步骤 乱七八糟的步骤 通过这个工具 一下就把它实现了 它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它这里有一串加密的 你看它是加密的 你可以拉出去解密 你可以看到这里 看PoVS有调用 是吧 某一个文件 是吧 它有相关的参数 就是在这里 没错 去执行 你看这里一行一行代码 其实就是这里的 就是这个 我这里写到的这个东西 看吧 就是这个玩意 你看这个还带隐藏的 是吧 这里很多 那你看它通过的这个命令加密 就是说把我这个地址 什么http oldboy 这个地方 这个域名 把它这一串进行一个加密确理的 加密确理 这是根据的 就是实现的 根据的话比较方便 就一下就OK了 实现出来了 好 这个是它的这个阵网三代 远程快捷方式漏洞的一个利用方式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关于它的另外一个就是面临执行 因为这个msf里面 它这里这个8543还没有 没有没有这个直接可利用的这个poc 所以的话我这里没办法演示 那就不演示了 关于还有一个就是2018年出的这个叫做什么flash零带 我们看一下这个类的这个类的利用方式很简单 大家也经常这个是2月份好就是说 Adobe公司在发出了一个一条安全公告 后面马上就是这个pilot就出来了 关于flash的零带零带零带的很多很多这个flash谈各种挂码 现在的这个因为这个flash这个安全性的不可靠 就是说没办法去杜绝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凳目前通过各种升级解决了这个挂码的问题 但是呢现在目前市场上面的流浪器 IE流浪器也好还是这个火虎啊 还有谷歌流浪器啊就是我经常自己用到的这个谷歌流浪器 尤其是谷歌流浪器现在是直接把它加入到黑名单去的 就是把这个公司这个flash这个插件啊直接加入黑名单 就是说你不要用的 我这个流浪器不支持你这个插件了 你这类动太多了 经常挂码 所以说他这个零的类动啊 现在这些类动还是不好用的 不像前面几年 前面几年这flash挂码特别流行 但是在我IE还是还支持 IE还是很支持他的 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给大家就说一下这个流浪 这个是18年2月份的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流浪 就是这个flash流浪 关于这个流浪的利用程序代码在这里 工具啊 这个里面可以都可以下载到 下载下载之后你可以去啊 我们去下载吧 进去下载 下载之后 它里面有几个文件 有一个什么swf 但是我这里的话 因为我flash升级到最新的了 没办法去延迟 现在flash这个包括在温用器 要模拟这个实验的话 你也比较困难 你去装一个低版本的 好像是直接用的话 还是用不了 现在flash它真的 你不甘心的话 很多东西是用不了的 它是强行的 去年我还在本机直接可以坦仓的情况下 我就把补丁就修掉了 这个类似的 升级了一下 我们来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利用方法 是别人是怎么利用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文件 它也可以通过一个赛 来进行传播 注意点 它这个不一定就是我只通过什么 这个flash这个方式来进行传播 就是通过这个网页 加载这个flash 它也可以通过一个赛调 所以说你大家经常在这个 邮件里面看到什么 全的一个赛过来了 商机一下 如果你的flash没更新 就中弄完了 是吧 或者一个网页 不要轻易去点击 它这里的话 只要用到一个文件 我这里的话 只用到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这个 我这里有 我这里有的话 我就拿这个 这里是它的根基代码 就是说你从card里面 send出来的pload 还有一个地方 它需要你改的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有个tree 这个地方改成false 这个地方 木栏你下载下载什么是tree 什么做费的联系方式 这个 你这个是简单的一段 这个html 代码 还有这个路径 我首先在card里面 我看一下 我当前是有没有这个路径 没有吧 没有的话 你就要在这里mkdr一下 双减 好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二目录 对不对 这个目录要对应好 首先我们来生成一个码 这个码是通过这种方式 跟刚才一样吧 对不对 跟刚才一样吧 完了完了 完了 这填写你的ip地址 卡里的ip地址哈 这个填写你的ip地址 当口 例如四个四对不对 这个名字改不改都无数位 好注意 等一下等他三下车出来之后 我强调一点 你们做这个实验可能可能会失败 就算你有这个环境也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 这里有个三四三四一 字解 我这里有一个标注了一下 所以三四一二 你看看用这个根据 替换在这里可能是监听的时候 没有反弹过来 没有反弹过来 他体 往上提供的这个poc 在这里没有去说明这个问题 你们生成出来的可以大于这个三三三 这个字解 333个字解 这个pload 可以大于这个 你像我这里也是一样 是吧 三四 三四一 大于他 他这个333是怎么生成出来的 他注意了 我先把这个讯息关闭掉 我先把这个讯息关闭掉 我先把这个讯息小的等一下 它是要卡里的第一版本 升级到最新版本还不行 生成不出这个333这个字解 因为我这个地方msf升级的 升级到最新版本 所以生出来的文件 生成出来的文件要大一点 这个讯息还原很久 太忙了 好我们接受讲解吧 三层出来之后 你把它我们在这里卡里这个机器来 我就是非常方便 好 等好 哦 好 咱们 没办法操作,太慢了 没办法操作,太慢了 我们这个脚本呢 这样吧,我们用windows来替换它 全部复制 替换成你的披露 这样替换 替换完之后接着 替换完之后 进入我们刚才创建的二文件夹吧 好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生产了 用配上生产可以看到它生产了一个什么 html,indexhtml跟export.swf扩展品的flash 这两个文件 那么这两个文件 你就把它拖出来就行了 你知道有这两个文件 直接复制吧 这样的话当你去伤机它的时候 你就中码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卡里 刚才说到了大小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大小回来 回到这个唱片 回到这个唱片 三倍四十一 好 我们把这个命令复制一下 我们在这里来生产看一下 我们用同样的命令 好像还不能复制 这个可能是线路 这个封锁的话 不能按Table键补权 比较变态 A6host等于例如192.168.0.10 这个IPT我随便写一个吧 就100吧 一个pots等于444 好 -if 交代Pytson 跟它一样是要扣的 这个名字你随便定义 这不一定就是需要扣的是吧 这个时候他生成333是吧 看到没有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他跟你 你看上次要 他这个是根据你的版本而定 有你的版本低的情况下 他生成的这个文件大小也比较小 所以它是有区别的 所以要做这个垂师 你注意 尤其是这个地方一般的情况 你要生成333的时候 你把它的这个 替换掉 他木来是一个计算器 好你下载下载就是个计算器 弹仓的计算器 所以你要替换在他的pots之后 你把这两个文件复制 你用IE打开 你看难不难 因为我这个打到补丁好 所以没办法去演示 我这里是新版本的flash 用IE打开 好 你看这这新版本没用的 我直接他直接给你屏蔽掉了 看看 原是阻止的 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监听 我这里没有打开监听啊 这个配置跟刚才的一样 要配置一下监听当前 是是是 我这个当可是配在设设设计是吗 这个跟您在这里配置的当口 这个地方的当口是要对应好 明白没有 这个本地的当口 你之前如果是四个四的话 那么你在这里也是四个四 我这里是四个四 对不对 四个四的话 你这里就是四个四 你监听末了是四四四 好 这个时候当你去当别人去访问 当然他这两个文件注意的 他这两个一个in.x.html 该生成出来这个flash 这个放在你这个网站的该目的去 当别人去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他就如果他的版本比较低的情况下 他就加在这个flash flash里面是涵盖了我这个什么 我这个根基代码吧 黑key指定的这个根基代码吧 这个根基代码就是我的这个 这个税就是这个当他去执行我这个生成出来的 这个 txt脚本 我们刚才生成的生成的这个脚本已经 我再这里来吧 我们刚才生成出来的这个txt文件里面那一叠一叠代码 那一叠代码就是就是那个pload 然后pload这个里面我们贴换他这个pload 那就执行到我们的pload 执行到我们的pload 那他就反向连接 连接到我这个卡里这个机器上面来了 只要有内动 那么你这里就可以控制别人的电脑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在内动前提挑战 你要一个第一版本的这个flash 但是我在第一版本的我这个虚拟机里面也是也是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前面颜色是ok的 因为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这个flash升级完之后 后面要还原到那个低版本的情况下 好像是还原过去有问题 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本机的是这个版本比较不是最新的话 因为毕竟是18年 18年出来的日动 18年后才那个去官方网站才升级的这个补丁程序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去拉个 去在这个虚拟机里模拟一下这个实验 模拟一下这个实验 关于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他这个辅助根本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吧 没多大作用 辅助模块 他的辅助模块 MSO一个是什么 互义词是吧 我们一个在这 一般的我们是都是通过什么 举个例子 我们叫后义词 我要查看百度的 嗯 百度 他就是那个 我们通过网站一般来去查是吧 通过他这里也一样 他可以调用这个后义词 他这个这个是他的一个辅助功能吧 可以看到的看得到他的一些 百度里面的一些聚策 百度这个域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响信信息 包括邮箱地址等等 他在这里都会 列出一些部分信息出来 那百度现在改了 把邮箱这些电话号码都去掉了 在哪里聚策的域名 当然也可以查看这个IP某一个IP这个DNS的相关信息 也可以查权 也后义词可以查看他的相关信息 详细信息都可以查出来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是查查DNS 114114.14 你可以查IP地址也可以 还有一个功能是利用他的辅助功能 查到邮箱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我们在信息收集里面 我们会详细讲解 他这里没有更新 在那个 globe上面去下载一个最新的版本 可以用的 可以就是说 搜索出他很很强大的一个功能 因为那个最新版本 他可以实现什么呢 实现他那个谷歌 各种这个流浪器去搜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演 稍微演示一下 我们优移进去之后 你在这里可以做OPS 他这里有一个设置域名 C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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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完之后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 再接着你想 例如 谷歌 谷歌 流浪器 你访问不了 没有微评 那你可以把谷歌 把它塞成FORCE 这个流浪器 他就可以不搜索谷歌 这个流浪器的这个 就是不通过这个谷歌来进行搜索 明白没有 好 那么这里我你 当然你可以不做限制 不设置 那个关系不大 你可以乱一下 他只是花的时间可能长一些 记住了 就是说你不把它关闭掉 他收拾的时间长一些 他就他这幕内才提供了三个 什么病啊 谷歌啊 还有什么 雅虎啊 对不对 并这个是可以收拾啊 并建议大家还有一个Key 这个Key 他你要自己去去测 不然的话他去他收拾能力是很小的 木头你看他调用了一个谷歌 谷歌是访问不了 啊 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把谷歌禁用的话 他应该后面还收拾不了 不像这个最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这个工具 注意啊 新版本的这个工具 他是完全可以 漏过这个谷歌一样 就是说你这个谷歌你收拾不了 他就会进行下一步百度 搜索 百度不行 收获获 你看 这个草丝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 sage se 你要把它关掉 我们再看一下 乱一下 现在开始搜索 通过并来搜索了 现在就两个数字一起 一个是雅虎 一个是这个并 我这里是搜索哪一个 哪一个网站的邮箱地址 那么他就会搜索哪一个网站 他有个木栏显像应该是什么500页吧 木栏搜索500页吧 他应该不会一直搜索 他应该不会一直搜索 好 我们接着看后面一些写上 后面他的一些辅助功能 他的那种DNS 它可以查证 它可以查证这个DNS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吧 他都可以 例如你要查证 如果你要查证百度的 那么他可以把这个百度的相关的这个IP地址 解析的DNS记录都可以都可以查证出来 什么Markets记录 记录 NS记录 A记录 等你等他都可以实现 我们也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他这里搜索内容几乎是为零的 所以他这个根据基本上是报废的 不适合在国内用 国内用 这个没多大作用 他这个工具 就搜索有效 在信息搜集里面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在 把这个工具 讲解一下 因为这个工具实在是包括更新到新版本 实在是太老了 别人在这个现在网上有这个在这个工具上面进行的一个二次开发 更的很强大的 他现在自己自带的都用调用接口模式 在接口就完 现在接口都完不允许你这个直接搜索了 有这个念在码了 不行了 这个根据失效了 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 DNS这个功能 DNS也给大家说一下 有没有用 我们倒是你们自己扯 但是我几乎是不用这个功能 进来之后也一样说offset 我们看一下 他有一些很多一些相关的一些什么信息 大家可以自己看 一样 我们设置一个域名 就类似我现在是一个我们自己账点的 收AutoBuyin吧 edu.com 是吧 你run一下 他在这里就会把相关的DNS解析记录开始查选了 AutoBuyin吧 他的NS记录 是这个 这个都是这个MSF MSF里面的辅助功能 大家可以去用一下 当然他的还有 当会扫描 当会扫描 当会扫描的话 其实就是调用了NMAP 就是外接的一个根据 NMAP的一个根据 这些根据 然后他就把这个根据结析记录 然后他就查到这个查半天 半天半天 很慢的 好 我们来采用一下NMAP NMAP大家会经常会用以后 我们要back一下 应该是在这里直接还用不了 这个地方要exit退出 NMAP -s 当然你可以打个问号 可以看一下他的相关的用法 好 直接输入NMAP 他有很多用法 大家可以去看网上有相关的解证 后面会单独的讲解 这款根据 一定会叫详细讲解 这里大家了解一下 他有这个功能 你要扫描某一个IP 那么你就-s v v就是详细的显示 相关的打印出一些版本的信息 那是扫某某一个IP地址 开放了45当口 那么他就会把45当口里面那种三把 版本信息 这些显示出来详细的 我们接着看 我们收102把108 0.102 好 那么下面就开始进行一个扫描过程 扫描这台主机开放了哪些档口 并且详细的去显示 当然他还有采用SYN的方式扫描 他扫描方式有TCP方式 他末来是采用TCP的方式去扫描的 如果TCP是方式对方的防护墙又拦截 这个时候你可以改扫描模式 改SYN这种扫描模式 就是不建立连接的 这种扫描 关系想还有TCP 当然他这个 MSF里面的辅助模块 模块里面还有一个什么 对一个某一些版本单独去探测的 像这个命令 是吧 我们刚才讲解这个 三把这个热动的时候 我们用到了这个模块吧 这右手进入某一个模块 进去之后 啊 你可以说一下 看一下他的命令的用法 你就可以单独的这个三把这个 某一个IP的地址的三把进行一个扫描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像这种几乎是没有人用的 没多的没任何作用 几乎没任何作用 为什么现在的扫描器都有这个功能呢 你如果从 零扫到 某人请问下这些当口都会扫描 你可以把扫描器设置 扫描所有的当口 那么 只要你开了这个当口 他都会详细的写 扫描出来 没必要去单独用他这一个模块 去扫一个服务 这是不靠谱的一个东西是吧 还可以扫SSH 这些都是没用的 什么FTP啊 把门探测啊 好关于这个这些我们已经前面都讲过 关于这个MSF的啊 所有的基本的所有的功能啊 不说百分之百就全部讲完了吧 嗯80%左右我几乎都讲到了 我们还是强调一点 MSF 我们用他的最主要他的这个 6的根基模块 啊 来用他的他提供的已经就是说 目前有将近快要2000个这个 滲透根基的这个 模块了吧 那么我们只要用他的这个来进行一个攻击 做一些滲透工方演练 但是他作为他的辅助模块来讲 我不建议大家去使用 他的辅助模块 我们一般情况下用第三方去代替的 比他的更年强大 上百倍 还不止 是吧 所以说大家重点的是 学习过程中 重点把这前面几个 几个章节学好就行了 就是说他的这个内断根基啊 怎么样去 使用他MSF 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根基程序 这个根基模块 这些模块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目前来讲互联网上来讲的话 还是大部分呢 都是用的MSF的 他自带的这个根基模块 当然一切 有能力的作者进行开发了很多相关的根据 但是这些根据的 其实说实在话就增加了一个批调 你收费的也比较高 没必要 我们使用他的这个开软的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MSF他的这个内断根基代码 那也可以去看的去打开 都是开软的东西都是免费看 看别人怎么写的 都可以 关于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MSF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到时候我们上课一起讨论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期个再见